PTT不能網,然後主義今天剛好有事,所以今天由我來代辦 那PTT這幾年來,我們碰到很嚴重的網路行銷公司以及網軍所製造的假輿論或者假訊息攻擊 那在這樣的攻擊下,使用者很難在PTT裡面找到好的文章 其實很難塞掉一些廢文 有時候我都會懷疑到底現在八國版是網軍多還是真人比較多 那PTT目前對於文章以及它文章下面的推文缺乏一個好的文章評鑑機制 也就是使用者如果對於這篇文章有正面的看法或不面的看法 他沒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機制去給予評價 我相信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好的評價的話 那在對版主來說,它就會有一個更好的名義支持的機制去管理看板 然後這時候就會變成一個正向循環 讓版主會做出更客觀以及更正確的決定來讓看板的風氣變更好 那其實上述的那些問題困擾並低非常多年 那我們有跟現在的站長討論過 我們知道BBS這個城市有限定上限制 那我們最後決定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開發一個官方的APP 做一個新的機制來嘗試去解決的剛剛上述所提到那些問題 那這是我們介面的初步架構 我們想要有點像仿教REDI的方式 它可以讓使用者互評 然後評價文章以及評價推文 那有了這些評價後的數值的話 使用者就可以根據評價的數值去做文章排序 例如說他可以找出今天最正門的文章 或者說最多人推薦的文章 那也可以按照時間排序 然後由使用者自己去選擇 那作者也可以因為有這樣的機制 可以去累積他的評價 然後去鼓勵作者去發表更多好的文章 去吸引更多使用者來支持他 那我們首次提案是在2019到現在 我們已經有64的現場會議以及34的實體會議 那我們團隊的成員組成目前有UIUX 然後還有後端以及Android和iOSAPP的Developer 那最後就是很希望能夠在這邊募集到 iOS和Android有興趣的開發者 還有後端的開發者 然後如果對程式不了解的話 也很歡迎你加入我們APP測試者 然後PDD到現在已經25年了 然後也很希望能夠在未來的時間 能有各位一起加入 來 請讓PDD變得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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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